大家好我是小黑 我之前路过一个我们承德老家的羊汤 是特别好喝 然后就有朋友给我推荐了 说在天津市有一家最好喝的羊汤 而且还没有之一是最好喝 让我一定要来尝一尝 我就特别的好奇它到底有多好喝 这个店名起的也特逗 叫四倍羊汤说是 四倍 倍子的倍 是说传承了四倍了还是咋的 我也不知道 咱们已经到这附近了 咱去尝尝 看看到底好不好喝 看见了吧 门口的车还不少啊 四倍羊汤 天津味 老传统老字号 你看看 堵汤腿汤 对羊汤 那我来个堵汤吧 然后来个烧饼 行 一碗堵汤一个烧饼 咱这四倍羊汤是啥意思 传了四倍了吗 对传四倍了 二倍 我拿这个去那领汤是吧 对那边 羊汤自己 这是我的 对 羊汤汤 这是我的吗 对 羊汤汤 咱点了一个羊肚汤 然后还有一个烧饼 这个羊肚汤是21 烧饼一块钱 他这块的羊汤都是纯的 比如说羊肚汤啊 羊腿汤啊 估计羊腿汤就是全是羊腿肉吧 看看他这个羊肚汤 看这肚都是挺干净 他这个羊汤啊 当时他的碗底放了一层那个芝麻酱 味儿明显是不一样 他这个烧饼是一块钱啊 但是没有芝麻 和我们称德的大芝麻烧饼明显不一样 咸烧饼很酥啊 但是没芝麻 我发现那个羊汤配烧饼啊 真的是在哪都这么吃 这两个绝对是绝配 闻着就一股特别濃的麻酱味 基本喝不出来羊肚味儿 但是羊肉的香我也没喝出来 就是麻酱味儿特别重 咱尝尝这个纯羊肚 这羊肚还吃着挺香的 但是不像我们乘德那个羊汤 就是那种特别浓烈的那种羊汤 羊肉的那种香味 我觉得更多的是麻酱香 因为我喝羊汤必须得放这胡椒粉 胡椒粉多放 少来一点醋 放这胡椒粉香味完全不一样 最专闻就是那种面烧的 外皮还稍有点硬 汤还是不错的 刷子差点硬 但是人真多呀 现在是12点多一点 满了 这辣椒还挺辣的 看这汤的颜色也能看出来 麻酱很多 干的都喝完了 吸的喝不了 有一点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羊汤它都是羊杂 多一些 这种羊杂飘零比较高 痛风的人一定要少喝 不动风的人也要少喝 时不时的解解采还是可以的 今儿的羊汤喝的还挺爽的 一喝羊汤就哗哗冒汗 我发现它这个四倍羊汤和我们成德羊汤 就是完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各个的特点嘛 它这个麻酱味比较重 喝着也还是比较好喝的 但是烧饼稍微差了点 缺点小芝麻酥酥的 好吧 那本期的视频就这样了 喜欢小黑视频的朋友们 请别忘了给我个关注 评论转发收藏支持一下 吃饱说功 回家